爱普生创新大会 加大环保投入 2050年达成贪富排放 在2021年11月举办的进博会期间 爱普生也召开了一年一度的创新大会 这一次 爱普生带来了多达40余项应用方案 和近80款产品 进一步展示了自身在共创智能互联方面的绿色科技实力 今年深时明红更是表示 爱普生计划投入1000亿日元落实环保措施 并计划在2023年使用可再生能源 满足整个集团100%的电力需求 到2030年实现控温1.5摄氏度的目标 降低整体排放量 最终到2050年 达成贪富排放和地下资源零消耗目标 以费墨处理为例 一般在打印机制造过程中 用作检测的墨水 在处理过程中长因高排放量以及高成本 成为制造工厂的负担 深时明红表示 爱普生省小经研发理念 能从技术源头上协助企业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 这也体现了爱普生始终将社会责任感 与公司发展相融合的战略 近几年 爱普生还不断加强 与各领域优质合作伙伴协同合作 并且还针对文化创新传承领域 打造出一套解决方案 涉及到古籍文物数字化 数字化保存 文创周边和沉浸式多媒体艺术等多领域 不仅如此 基于自身在工业实现智能化转型积累的经验 爱普生也打造出了数字化工厂 爱普生将核心技术与传感智能技术相结合 在爱普生特有的压力传感器作用下 爱普生机器人搭配爱普生视觉系统 可完成以前只能依靠人类的灵敏感官才能做到的安装 插入及其他精细化工作任务 感谢观看